安老自住处今天举行活动 呼吁关注老人虐待议题 并推广615世界虐老关注日 众多民选官员与社区领袖出席活动 呼吁民众克服羞耻心 若被诈骗就要勇于报警 陈诚威的报道 安老自住处今日在老人中心举行活动 呼吁关注老人虐待议题 6月15是世界虐老关注日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全球有大概十分之一的长者 每月遭受虐待 另外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 在美国仅去年针对60岁以上的 长者群体的诈骗 就造成了超过34亿元的损失 相比前一年增加了约11% 而在2023年 诈骗的长者平均损失了33915元 数据显示 仅在2023年 旧金山旧通报了大约 6000到7000件老人虐待事件 其中涉及财务的就有900到1000件之多 遭虐待的长者真实数目有可能会更多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每24例老人受虐案件中 仅有一例获得了通报 中月娟表示特别是华人社区 因为受害的老人家常常觉得被骗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同时也鼓励长者如果被骗 不要害怕 要站出来报警 家州司法部长肉邦塔表示 一定会调查并起诉诈骗长者等行为 26台记者陈诚威报道